在美丽的鸡舞湖畔 一场激烈的龙舟比赛 正在热闹的进行中 参赛双方挥舞着船桨 把平时训练使用的橡皮艇 当作龙舟 在锣鼓声与哨声中激烈竞逐 在岸边 许多当地民众 也被这场精彩的龙舟比赛所吸引 一些人还自发地为参赛队伍加油助威 比赛结束后 官兵们来到食堂 用早已准备好的糯米 粽叶 腊肉 红豆 花生和大枣等原料 包出了各式各样的粽子 能在以国他乡和战友们 共度端午节非常开心 非常有意义 在此祝家人端午安堪 平安幸福 当天中国维和官兵 还邀请了来自连钢稳定团 其他国家维和部队成员 一起来庆祝端午节 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今天我们在建设这些鸡肉 我制作了这些鸡肉 我制作了这些鸡肉 它含了鸡肉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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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自己的帽子 这是我的装饰 这些特别的日子 我祝福所有中国人 这些日子祝福这些日子